話說中國近年 有很多人討論一個網上用語 叫做躺平主義 強調小工作 不買樓、不買車、不購物 不結婚、不生子 用最低的慾望去過生活 中國人這種態度是對的 其實我覺得中國人 還可以有一種態度 叫做不出生 那其實呢 這個最高難度 其實呢 出生自己控制不到 對,這樣可以捐進去 對,可以捐進去 我不出來了 不出來了 你都不出來了 堅潛出來 有不少人認為 30歲的人生是分水嶺 這個30歲 即是你老哥今天就… 咦?你不是分水嶺? 對,你那次分夠了 基本上如果你到了這個年齡 都仍然是… 即是沒有甚麼成就 不好意思 不是特地的… 對,說不時過意 幾乎可以注定你往後的人生 都是平平無奇 所以很多人在30歲後 都選擇過低慾望的生活 30歲是否一個分水嶺呢 我就不知道 我拍《無間道》 那時候是31歲 當時被譽為我也是 紅得比較遲 因為謝霆鋒那些15歲 一齒打爛結他 就紅了 我經常都想說 或是沒有電 有很多機會 即是一條線 即是… 單線獨 單線獨 而且是否你沒有彈他 你看他現在也沒有聲音 對,你不彈他就沒有聲音 如果你不彈他 他也有聲音 那些叫八婆 對 我沒有彈你 有這麼多話說的 對… 我一直都不明白 為甚麼女人 一到30歲才是癡癢的 即是他覺得30歲 不能假假就很大 趕著埋單 我是有這個心理病 我當時好像很重要 是,這個很困難的 雖然我已經結婚了 但我會想很多 幻想很多之後的事情 你是30歲前結婚嗎 我27歲結婚 我知道夠嗎 我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我 你娶了我 我又未去到老了 即是你還記得 雙會有人是這樣的 你是哪兩個 我做甚麼?我的錶呢 即是那些 網上流傳一張題為 低慾望的30歲的圖 大家有很多共鳴 十一,你是30歲了 看看你有沒有什麼 接受自己,試過平凡人 你不是的 起碼我特別樣子 你做甚麼 真的嗎 他特別不平凡 所以你們兩個多特別 但是我看他平時吃東西 都吃正常的 我吃胡蘇漿 他是吃胡蘇漿 我吃半老爹 他吃半老爹 他又吃半老爹 他是一個正常口味的人 我看他拖著小孩 有些東西是好騙 你開心就行了 對 這些東西 他又沒有影響到人 台灣是民主國 那這些關我的事嗎 吃屎我也不理得那麼多 是嗎 開始分不清楚自己是否愛一個人 有心儀的人 又沒有心跳的感覺 30歲就已經沒有愛情 挺奇怪的 對 男人計算是剛開始 真的 因為你剛開始的東西上 甚麼東西上 當然不是那些東西上 現在太遲了 阿嫂 等了你十年 終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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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歲就上 我今天是躺平 那我就上不長的 是 你就試試吧 藍夠薑 對 藍夠薑 你看看他 始終你生活都未去到 完全是純心靈 還有少許物質需要 是嗎 吾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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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唱